早上 temper aged 65 EE beber knowing it is living the beautiful living day 早上天視頻健康營的時間 在營過幕外看到,註冊中醫師吳莘瑩在這裏 大家好,我是莘瑩醫師 今集我們想和大家分享些什麼,阿machen 是鼻敏感 那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也知道最近春天、夏天交界 有很多时候都会留意到身边有些朋友都会打痴 有时候你都不知道究竟他是感冒、烂痴、鼻敏感 所以也让我想请教一下 鼻敏感到底是什么呢? 鼻敏感是否纯粹就是鼻有敏感 会不会还有其他问题发生呢? 鼻敏感这个状况 当然除了我们所认识的疾痴、流鼻水、鼻湿的情况之外 他们有机会那个闻气味的嗅觉也会下降 严重的话,鼻胳的鼻黏膜可能会出现溃烂 甚至发炎这些情况 那如果在汤水的层面上 我们怎样可以舒缓这个鼻敏感呢? 当然如果根据中医来说 鼻敏感的情况是跟灰、皮肾、三脏、窥虚有关的 另外再加上吹到风而出现这个加重的情况 当然如果急的话 仍然医师会有以下的汤水推介给各位 第一款想和大家推介的东西就是一款焗茶 这个焗茶里面有薄荷、新仪花、露露通 以及糖冬瓜 将这些材料一起拿去焗水饮用 可以做到疏风、清热、通鼻的情况 第二款汤水可以做到疏风、通鼻 还有健脾胃功效 这款汤水会有白指、新仪花、淮山、杞子 以及猪瘦肉一起煮 所以这款汤水除了可以通鼻之外 它亦有健脾胃甚至止头痛的功能 好了医师,又是月位的环节 究竟什么月位可以改善鼻敏感呢? 这次仍然医师想和各位推介这两个月位 除了可以做到疏风、通鼻的功能 甚至头痛也可以帮到手 这两个月位是我们的影响和风驰 每次可以初游五分钟 早晚各一次 帮助大家 令鼻歌舒畅和鼻水少些 如果在我们的生活习惯上 你有什么建议给我们 去改善鼻敏感呢? 我们知道鼻敏感的情况 是与肺脾腎三脏亏虚有关的 除了要补肺、健脾、益腎之外 我们亦都可以在发作得比较厉害的时间段 要补肤颜色 可以疏通我们的经络 令到鼻湿流鼻水的情况可以减低 从而鼻敏感的状况也会有缓解 除了可以补颜色 另外我们亦都可以在夏天和冬天 这两个季节进行天救疗法 天救疗法是运用一些 可以做到新温 以及疏风散寒的中药 磨成粉 以及拌姜汁 一起去暖敷月位 达到刺激月位的功效 今集的时间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有任何疑问 不明白的话 也可以在这个留言区 将你们的问题留下 形影医师 或者我们看到的时候 都会尽量去解答各位 当然如果大家 可能有鼻敏感的问题 又或者 例如在生活上 自己的身体都发觉 有些少的警号出来的话 可以在影片资讯栏 找到形影医师的联络方法 联络她 请教一下 或者真的去跟着一下 下一集 我们又和形影医师 谈一下其余 关于一些养生健康的问题